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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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印度十六国最大国的国王 他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他布施了竹林金色 佛陀的第一个金色 里面可以睡一千多个出家人 都是阿罗汉 那这位宾伯沙洛王 成为佛陀的弟子 所以他每个月初一十五 会去做大供养 而且他很有钱 所以多少出家人他都供养 盖多少房间给他们睡 那有一天十五 他去供水 因为出家人很多 他请人家煮了很干净的水去供养 而且供灾饭 供袈裟 而且呢 供了很多房间 新的房间供养 然后做完功德很快乐 回到我家里晚上睡觉 竟然做噩梦 几百个恶鬼到这边哭啊喊 他吓坏了 我白天做这么大的功德 晚上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 隔天早上他就跑去找佛陀 我昨天晚上碰到很多鬼找我 那是什么意思啊 佛陀说 那些人你不要嫌弃他 是你过去欺负的亲戚朋友 这些亲戚朋友呢 在恶鬼道 但是你昨天做了那么功德 没有回向给他们 所以他们来拜托你 他们进不来 为什么 这部经叫墙外经 竹林经社有个墙 他们也进不来 所以没办法 那佛陀就说了 国王啊 你这几百个亲戚朋友 在过去欺负之前 胡杀佛 他们造了很大的恶业 毁谤出家人 破坏出家人 人家煮了灾饭 供养出家人 把人翻倒 不让人家供养出家人 骂出家人 因为这样直接下地狱 受无量苦 一个佛 两个佛 七个佛都在地狱受苦 到了前一个佛 加色如来 他们才有机会脱离地狱岛 但是因为又把灾犯 倒掉 所以他们变得咽口鬼 跟穆建仁的妈妈一样 穆建仁的妈妈 就阻止穆建仁去供养 所以如果咽口鬼 咽口鬼只要肚子饿 饥渴 马上吐火 烧全身 他只要想要去拿食物 这个关节都会冒火 很可怜的 而且各位 不会死 咽口鬼 你怎么斩他 怎么烧他 就不会死 因为他的寿命 一百九十万 你一定要烧到死 最后才会死 所以他们做咽口鬼 很可怜 从加色佛到释迦牟尼佛 又很长的时间 终于有一个子孙 成为三宝弟子 大作功德 他希望得到你的功德 那平伯撒罗王说 佛陀我又没有神通 我哪里知道 哪一个冤金在主 哪一个主线没超度 那佛陀说很简单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只要拿一瓶水 这一瓶水 你只要观想 你的功德在这里面 然后呢 这个功德就透过 水的布施 倒下去 倒下去 然后这个水 倒在一个瓶子 或倒在地上 然后这个功德就会 各位 水如果倒在地上 会不会渗到里面 泥土里面墙角最远的 最后会渗到河流 渗到大海 都有这个水的成分 所以那个时候 佛陀说来 国王你拿个水啊 那我帮你念 然后 国王说 佛陀说 第一个你要把供养水的功德 回向给你的冤金在主 结果这样一回向 佛陀的神通 让平伯萨特丸看到了 平伯萨特丸看到了 前面有个大湖泊啊 他几百个冤金在主 几万个恶鬼道 通通跳下去 一喝那个水 全身的火没有了 很快乐 身体变很漂亮 哇 国王更兴奋 然后佛陀又跟国王说 国王那你有供灾饭 你要回向给他们 然后国王就马上 我的冤金在主 然后谁倒下去 然后他马上看到 所有的冤金在主 包括恶鬼道 都吃饱饱了 身体变成黄金色的 吃到甘露了 所以各位 布施水 布施米 他们可以升天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国王正在高兴 佛陀说 还没有呢 你还有布施贾沙 恶鬼道 很多没衣服穿的 然后国王说 好我供养贾沙的功德 回向冤金在主 这样水倒下去的时候呢 然后 他就看到 所有的冤金在主 恶鬼道 变成天人的衣服 全身发光 那这还没有完呢 那佛陀说 你还有盖金色给出家人 你也要回向啊 那国王说 我盖竹林金色 给出家人的功德 也回向给历代祖先 冤金在主 结果他们马上升天 每一个冤金在主 有一个天功升天了 那 所以各位 南传佛教就按照这个经典 虽然他们没有写牌位 但是他们一定会做 这个滴水功德回向 给累劫累世 哪里的冤金在主 我们自己不知道了 他们都可以得到 因为这个水 所以各位现在手上 大家拿一瓶水 那水可以做很多功德 不是光这个滴水功德 水可以供养佛 如果用一杯水供养佛 可以超度 八万四千个恶鬼升天 用一杯水供养佛 整个马来西亚一年之内 吃掉的海鲜水产 可以超度水的功德 包括佛的力量 这个世间有三个力量 各位背下来 来 自力 佛力 法力 自力就是你的信心 慈悲 佛力 因为我们供佛了 法力 就是你用这个水 或是灯 或是花 去做功德 去供佛 去放生 所以这三个力量 背着自我功德力 诸佛加持力 法界缘起力 法界就是死法界 你对佛菩萨 或对六道众生 所做的功德 叫法力 也叫因果力 那所以我们在供水的时候 就符合这三个力 自力 因为你相信 你也愿意帮他 佛力 供佛 法力 真的有水 所以一杯水 可以超度八万四千 恶鬼 今天我们现场 假设五百个 五百瓶水 乘以八万四千 那你可以超度很多 但是我希望各位 每天都要做一次 你既然知道了 那不做太可惜了 各位要成为一个 功德企业家 最聪明的 世间的钱 拿来转为功德 而且不是很多钱 而且你不要光自私 每个人都做 你公司有十个人 一人给十瓶水 来 我教你们倒 这样就好了 那你公司的员工都发了 你不可能不发 就这个意思了 好 所以各位呢 各位手上有没有拿到水啊 来 那这张纸拿出来 我们先念 倒数第二行 供水计 各位多用水 不能用自来水啊 可以喝的水 开水 矿泉水都可以吧 这个水 代表空性 透明了 这个世间一切 都是透明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水的光 还是给人喝 是一种慈悲 所以水就符合了 佛性 慈悲与智慧 那各位多多的用水 做功德 而且各位你知道 那些孤魂野鬼 这么可怜 你每天就滴一些水给他们 再一个很重要 你要卖房子 卖不出去 你只要拿 这个时候用自来水 可以 把你这间房子 前面那个土地 给它洗干净 土地工就 很高兴 房子就很容易卖 如果你这个 你这个房子要顶给人家 顶给人家 或卖 或租 租不出去 那你在房子的二楼 放一杯水 供养地基主 供养它 再加上你会用水果用花 地基主就帮你找客户 各位你要懂得用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出家人都懂 因为我们出家人 因为你要利益众生 不是光对人 对土地工 对山神 树神 对天神 我们都要怎么样的尊敬 一起来修功德 就像释迦牟尼佛 成佛了 上帝 玉皇 大帝 四大天王 监牢 地神 都要来护持佛陀 那各位也千万不要因为拜佛 而欺负神 看不起神明 很多人是这样 拜佛了 不用拜土地工 土地工跟你是密切的关系 佛是圆满的慈悲 土地工跟你的金钱有关系 所以你只能说感恩土地工 而且各位下回归三宝 你要观想土地工也来归三宝 那他就变成三宝弟子 然后他的格就提升了 本来是一位少尉 派一个上校来了 因为你的格也提升了 同样你修行也一样 皈依的人有皈依的护法神 受五界的护法神又不一样 受菩萨界的护法神那又不一样 那你没有护法神在这个世间 你没办法做事了 魔会很多 你越想做事 做好事他越障碍你 这个世间是佛 魔 同存 甚至魔的力量比佛还强 各位相信这句话 魔的力量比佛还强 这个魔就会破坏你的幸福 你越想要努力它会破坏你 所以我们出家人叫不魔 如果我们持戒 魔就会怕 不然魔就会伤害我们 所以佛陀叫什么 来 降魔成道 佛陀要成佛 除了自己精进还要降魔 没降魔没办法成佛的 只是佛陀降魔 他是用悲心 取圆满的慈悲就可以降魔 所以 好 那这个水 供养一杯水 回向给别人 可以消他的业障 水可以把脏的洗干净 消业障要多供养水 要发财要多供养水 水代表财 所以各位如果你公司要发财 在你公司外面要摆两盆水 这个中国人都知道 两盆水 随时让他满满的 对公司能够发财 然后呢 你要更快一点发财 前面还摆个镜子 然后如果你要再快一点 再摆一支这个了 除了摆镜子摆水 要摆金帆 因为这个有佛经 所以你去不担西藏 每家每户都挂这个 挂金帆 这挂金帆 各位现在自己印 很方便 地藏经 阿弥陀经 任言经 绿渡母心咒 什么咒都可以 你只要把佛经 咒语 佛像印在上面 挂着随风飘 随风飘 飘一次 做一次国王 飘两次 做两次国王 为什么 这个一飘 所有的体下的善恶道都超度了 所以你不会念经 没关系 现在我请战日法师 今天要发给各位 会飘的 会吹的 你就 你电扇打开 你就让他吹吹吹 你去睡觉吧 因为他在念经 这个代表佛陀的 观音菩萨的舌头 只要吹一下 就念十亿遍的经典 吹两次两亿遍的经典 二十亿的经典 所以药师经叫我们挂四十九面在上面 常说无病 一切埋怨 如果家里有人往生 你能够挂一百零八面 他保证升天 一百零八面 一百零八面 就是说 你们看藏人挂得很长 挂金帆 挂得很长 挂越高越好 那你家至少二楼也好 下回应该 这次我也会发给各位 发给各位 这个如果你开车 要这样开车 那不是很嚣张吗